Mouth Fable 單程和來回都一樣選擇 就是被迫著要去玩 這位美女是誰 你搭山走 請問你去哪玩 我今天跟阿棟俠 但我老公是不知道的 選擇這個地方和女神偷情 好讓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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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柏山 是新加坡第二高山脈 原名 當初為了安裝送號台 而修建一條路直達山頂 大家為了紀念一位 Captain Charles Edward Faber 的工程師 而在1845年的7月 將這座山改名為花柏山 現在大家可以駕駛 直達山頂 亦可以選擇搭乘成這個 Cable Card 從Santosa 又或者ViroCity 直達花柏山山頂 去36m above ground located just 5 minutes away from the station be sure to visit Pedro Valdeva then straight back to 1909 and it is said that we...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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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23 That's $23 $23 $23 Why is Singapore so much so long? And I have all the things for her I just asked her I'm so ex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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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n't be happy I'm so excited Just as I'm done I will all know That's it expect Dan�� On Cloud 9 或者是你最佳的選擇 Ewing Dining on Cloud9 提供攬車車廂內的燭光晚餐 市場2個小時 即是說兩個人可以一邊欣賞美景 一邊享用你們的浪漫dinner 攬車出來要穿過這間dip shop 就會來到這個 很多的項目就見了 山頂的Belle of Happiness 是眾多情侶的約會勝地 傳說只要情侶兩個人雙手緊握忠誠 再一起敲鐘 那幸福就會降臨於他們身上 兩個人就能夠雙雙對對長長久久了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在精品店賣細型的幸福中 寫上自己的願望 再系在花園裏 那願望就會成真了 而這裏都成為不少準身人的婚禮舉辦地點 在花園裏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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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想做 在花園裏面上 裏面上 在花園裏面上 爬 從攬車站步行大約 300 咪就可以抵達 而公園內我們可以見到細型的 Merlion 之外 還可以見到山前山後的市景 從我們剛才拍的彩控樓梯和敲幸福鐘的地方 走過來這裡是很接近的 所以來這個Mount Vevel 拍拖是一個不錯的景點 又想做一些運動 又想拍些漂亮的照片 又想看些美景 吃些好東西 這個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阿笨現在就跟私家聲探子去餐廳那裡 攪拌一下茶 很香很新鮮的番蘭葉的味道 而且不會太小的感覺 清淡的甜品 要吃它啦 這個其實是硬硬的餅 這個我用來攪拌它的雪糕 就是一般的朱古力雪糕 好漂亮喔 阿笨是咖啡和雪糕 混合一起 咖啡是暖的 但雪糕是泵的 是一喝下去沒有雪糕味 還有很香的咖啡味 冰果五重天 嗯 雲尼腩味 一杯很奶油 可不可以說一下這杯是怎樣 是蔬菜加Berry和在一起的野飲 非常新鮮 花帕山另外一個熱點 就是Handerson Wave 看完日落之後 我們步行大約800米的路 就可以到達了 Handerson Wave 來地面36米 是新加坡最高的行人天橋 年月2008年 總長274米 而Handerson Wave的設計 就是名副其實的波浪型 動感十足 無論是日景或是夜景 各有面貌 覺得沒有無聊 你嘗試說無聊 你應該回答跟我一起 永遠都是沒有無聊 是呀 只要跟你一起去哪裡都行 有沒有意義 很有意義 是不是死都願意 是呀 那現在就跳下去了 對呀 哈哈哈哈 跳下去了 不行的 新加坡是不能自殺的 如果你自殺不了 他就會槍斃你 他就會槍斃你 你會槍斃嗎 你會槍斃嗎 好啦 是這樣啦 謝謝大家 拜拜 走了半天 我們要搭纜車回家了 記住 纜車的門班車是晚上8點 希望這一集可以給大家 另外一個打卡熱點的idea 記住留手片抹彩蛋 多謝大家 來 給多一點 給多一點 背隻 背隻 胸口 胸口很低 沒錯啦 哇 你繼續繼續 哇 好正 千萬不要就過 少少就過 來了 停空